早上起来我还有点担心 为啥呢 因为前天说是北京发布大暴雨 说是有一个721 说北京有一个规律 721说是经常会有这种大型的水灾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 一开始有点担心 怕下雨影响大家的到场 但是从目前来看 到场率有90% 我们今天预定人数是150 原来定的是50人 北京的场地我们原来定的是50人 后来抱着抱着发现不对 说是一个开始到80 然后这个同事说要不要增加 要不要停止 我说别停止 为啥要停止呢 这是我们疫情三年半以来 第一次的在中国的寻讲 第11次了 这是我们的第11次 但是是疫情后的第一次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明显感觉就是 我们北方的这个人民 比南方的要热情很多 这个上海人民呢 这个比较含蓄 这个北方人民呢 就是比较热情 一向来又是拥抱 又是照相 这个搞得我又不好意思了都 感谢啊 这个先开个场 这个今天的流程呢 是会涵盖以下几个 大家关心的内容 关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我想大概率 大家关心的是 第一 孩子的教育 特别是关于英国的 这个思想教育 第二呢 是关心孩子的生活 这个 刚才外面有几个妈妈问我 能不能介绍 介绍这个 介绍男朋友 你们发现非常有道理 就是在英国的 基本上 男孩子 不缺女朋友 这个 在英国的女孩子 是非常缺男朋友的 中国也这样吗 是吧 但英国可能这个比例要更大 差不多是吧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 一旦出国的这些女孩以后 就是眼界都非常高 这个非常挑剔 就像我原来一直有一句话 说的一样 其实 要给所有的这些女孩们 这个灌输一个理念 什么理念呢 就是 这个 这个男朋友或者男人 就像这个 大学食堂里的菜 不好吃 但是你要是 去晚了 它可能真的是没有 所以要给孩子 给孩子这个理念 不能说挑来挑去 挑到最后 这个是有可能出现一些 出现一些问题的 OK 所以说 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啊 孩子是要教育 孩子的生活 孩子的工作宪正 以及 我觉得 大家其实在疫情期间 还应该关心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思考 就是 就像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选择 往往是打赢努力的 大家疫情过后 疫情期间 看到的一些东西 体会到的一些东西 也是我这一次 愿意和大家来一起分享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 包括还有 包括重要的几个话题 包括这个房产 对吧 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这个 有请这个 第一太平戴维斯的 这个子洋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英国目前 买房的一些机会 就像我一直说的一样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家长到了这个年纪 如果他已经到了 21岁了 已经大学毕业了 家长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了 家长能做的 或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钱准备好 当家长有钱的时候 才有底气 才有底气跟孩子说话 当家长兜里没有钱 你说 你想孩子百听百从 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 就像我一直的观点一样 养老不能靠孩子 养老得靠自己 得靠自己兜里的钱 努力赚钱才是王道 这是房产投资的一个 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 今天也会涉及 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一个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自由与梦想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梦想 就像我们昨天晚上 和一个朋友吃饭 聊的一个话题一样 就是很多家长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希望让孩子 活在自己的轨道里 希望孩子活成另外一个自己 其实我认为是有欠考虑的 对于孩子来讲 我个人的观点 是应该是鼓励他 支持他 问他一个问题 大家我觉得所有父母 都应该检讨一下 就是有没有问过孩子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 你的梦想是什么 要有梦想 要支持孩子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要支持他 活成自己想活成的样子 而不是活成我们想 让他活成的样子 自由与梦想 很多高自然人士 在疫情期间看到很多问题 也反思了很多问题 但是我总结了几个可能性 在疫情期间 特别是比较复杂的 这种环境下面 就是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人出去了 钱没出去 这个是比较惨的 你人出去了 钱没有出去 是比较惨的 这是第一 第二 钱出去了 人出去了 活得很好 就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下出去的 你只要人出去了 钱出去了 活得都不错 最惨的是什么 就是人没出去 钱也没出去 这是最惨的 在这里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就是包括钱怎么出去 就像我在上海讲的一样 一会儿会有渣打的陈先生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境外资金开户转账什么的 但是大家可以 可以认真听一下 就是要了解整个的运转的逻辑 当了解整个运转逻辑以后 有一个规则 就是50万美金以下可以找渣打 因为渣打的上限一年转50万美金 如果说是一个月50万美金可以找我 有多少转多少 很多人说我有钱转不出去 如果说你有钱 但是转不出去只能说明两个可能性 第一 你钱不够多 第二 你的认知有问题 或者说你身边的圈子有问题 因为你会发现大部分在座 我刚才看到很多老朋友 就是像什么Karen这种的 这个钱早就转出去了 大笔的钱早就转出去了 认知又到位 钱又到位 所以说我们 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 任何的问题的出现 其实都不是外部的问题 而是我们内部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包括我跟我们的团队 包括我跟我们家领导吵架的时候 一吵架我就说 而且检讨 这是我错了 错到哪儿不知道 先检讨再说 但是这个理论是对的 态度是对的 思路是对的 观点是对的 因为如果说一切的问题 都是别人的问题 你会发现活得很辛苦 但如果说一切是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改变自己 基因此的问题 令人还凡方人民开始